老家留下了一处老宅 看看院子有多老 墙已经快塌了 看这扇没有多老 院子里面的石头墙已经有坍塌的部分 窗户也已经破旧不堪 院子里长满了树和杂草 这面的石头墙还很结实 坍塌的墙 院子建于1952年 比我爸爸的年龄还要大 院子里还有两棵柿子树 这两棵柿子树应该也有好多年了吧 如果您也有一个这样的院子 你会怎么利用它呢 关注我 看我如何改造这个小院吧 老宅附近还有几家差不多这样的老房子 爱国公约 我想偷偷地把它扣下来 改造小院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要先把院子里面的杂草还有树清理掉 今天是进场的第一天 今天是进场的第一天 看 有人在这里砍树 我妈妈也过来帮忙 这是前院 我们再去看看后院 后院都是这种粗大的树 我爸跟我说这棵粗大的树叫香椿树 它也长了好多年 好不容易才把它砍下来 这是杂乱的后院了 嘿嘿 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宝贝 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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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那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我们俩肯定不会干 所以我们就负责做一些力算能及简单一点的工作吧 拆抗我们拆抗我们拆抗我们俩分工明确 我爸负责拆 那负责背的肯定就是我 一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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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昨天因为房子设计问题 跟我爸有了一点小争论 我以为今天我爸就会不理我了 但是我爸看到我背得很辛苦 真的看不下去了 其实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的 即使再生气 儿女遇到困难的时候 还是一样会奉献无私的爱 所以今天要给我爸夹个鸡腿 谢谢我亲爱的老爸 炕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脚圆改造看看今天在干嘛 今天他们在整理后院的墙 这里以前是那个坍塌的棚子 还记得吗 拆了洞墙 补锡墙 像不像那个像拆墙的大锤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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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不说了 让他拆吧 其实后面的墙 我的想法就是 还给他恢复原来的石头墙 但是要比之前的石头墙要更远固 更美观 安全是第一重要的 几个人一边剪石头 一边垒石头 这就是这面墙最后的成果了 是不是很好看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明天继续干 看看今天在干嘛 依然还是拆墙 今天拆的是西面的这一面墙 因为这面墙 已经开始变形了 不拆不行呀 还是拆吧 拆完墙以后 这面开始码石盘 码了两个石盘 家里新天一位小成员 他叫小柿子 小柿子跟我一起来监工了 对于这个空间 原计划 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厨房 但是只有两间客房呀 肯定不够住 所以厨房就委屈一下 然后把厨房缩小 再加出来一间客房 这间客房我想做的有一点自己的特色 我想做一间loft 但是我爸又要求我loft的高度 不允许超过正房的高度 那只有两米多 这可怎么办呀 可要难住我了 关注我 看我怎么办吧 这个带造型的烟筒 我想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让他们给我拆解下来 之后再给它进行一比一复原 然后就又是拆墙的工作了 这次拆的是东边这一面墙 其实最早应该拆的就是这面墙了 看邻居那边也有一棵柿子树 他们那边倒塌的更是严重了 拆完墙以后 看满院子 都是事 经过三四天的赶工 这道墙已经垒完了 是不是跟后院的墙一样好看 我爸给我找过来一个轮胎 你们猜这个轮胎能干嘛用呢 偷偷地告诉你们 我爸的头发给剪掉了 你们发现了吗 关注我 明天继续干 改造小院 看看今天在干嘛 上一集的大轮胎 它在这里出现了 这里我给它做了一个圆形的造型 它是这个房间的冲户 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感觉了 还记得前两集的时候 说这个loft高度的问题 经过多方的思考 和大家参与意见 最后决定 解决方案就是 做成下沉式的loft 这样的话 不管多高 都能够满足了 嘿嘿 感谢大家帮我出谋划策了 接下来转站到另外一个角落 东边的这个房间 我要给它延伸出来 到这棵柿子树下 延伸出来这个部分 做成落地窗 这样我们在落地窗下 看着窗外的石子树 晒着太阳 喝着茶 是不是感觉也很好呀 试盘已经满好了 接下来的工作 满院子的渣土 当然还是继续清理这里的渣土了 小柿子很黏人 我们在哪 它就跟着我在哪 嘿宝贝 虽然你很黏人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你呀 我爸说 还是先清理门口的这些渣土吧 这些渣土都是打井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渣土 可以铺路用 这几天我爸一直在帮忙 跟我一起干活 哇塞 那里有人在玩滑翔伞诶 算了 还是干活吧 这边也清理的差不多了 清理完以后 小柿子可有地方玩耍了 接下来明天清理这边 这边 关注我 明天继续干 第一位热心村民来给我帮忙了 都给我干热了 换饭修干吧 嘿嘿 又来了第二个热心村民来帮忙 忽略我爸 我妈也来了 队伍越来越强大 最后一车推出去 这一块清理完毕 转战下一场 又来了第三位热心村民来帮忙 村民实在太热情了 从日出干到了日落 最后一车拉出去 这个院就清理完毕了 清理完之后院子里面 宽敞又明亮 看见那个烟通了没 已经给我修好了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改造小院看看今天在干嘛 今天是瓦工进场 瓦 刚一进场就开始用这家伙 开始垒墙 哎呀 还有一件事忘了 卫生间的门还没有开 这边要给卫生间扒一个门 差点把门忘了 那不就搞笑了吗 现场表演 早必接光 这里有一面墙 有个造型 下一集再给你们看 卫生间的门扒开了 差一点就搞笑了 后院里差不多 去前院 前院也开始准备 负责监工的小柿子 又上线了 前院的厨房和老婆的房间 基本里差不多了 最后的高度 哎 我已经尽力了 只能到这里了 列单子 准备去订钢筋 跟我爸来看看钢筋 明天准备绑钢筋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好再看看钢筋 以上 布 其实很希望 再次夹准备 到小院看看今天在干嘛 今天不解说 你们看 我们来聊聊天 最近这几天呀 全抖音都在那个农村小伙 张同学的视频里生活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呢 是现在所有人都在羡慕农村吗 可能是很多人逃离的地方呀 那难道是羡慕张同学的生活吗 一个简陋破旧的屋子 还是一个单身汉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但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场景 能够把我们看视频的人 带入到小时候 无忧无虑的生活中 没有房贷 车贷 不用着急去赶时间上班 也没有应酬 但当你回到现实生活 穿速在繁华的城市里 忙碌 挣扎 甚至一幕 一直围绕着你 其实原本这一切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 可是现在呢 但是我们却在这期间 彻底的失去了自己 也失去了生活 那难道是我们做错了吗 也不是 只是我们做得太累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放松自己 送自己一朵花 加入完以后 就要开始累卫生间了 其实我是有草图的 这是这个房间里 卫生间的布局 但是我爸的老规矩又上线了 就是卫生间的门 不可以对着房间的门 这样卫生间又做了一个这样的修改 修改完的卫生间 就是长这个样子了 这个隔断的墙 我想给它拆掉 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 终于把我爸的思想工作给做好了 其实我爸也是为了我好 但有的时候方式和方法有点太激烈了 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对待过我 隔断拆掉了一部分 我爸就开始后悔了 今天的隔断累起来 但是上边可能就真的不能再动了 这样把这个房梁 再给它刷一下漆 然后卫生间的格局也改回来了 嘿嘿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看看今天在干嘛 这两天房子的外部主体结构 已经拆改的差不多了 那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体结构吧 这里拆改的那个隔断墙已经累完了 这里就是东边这间客房了 是不是显得宽敞明亮了很多 不用猜了 这里肯定是要放一张大床了 这里呢就是那个落地窗的位置了 走廊里以前呀是漆黑漆黑的墙呀 然后就用铁刷子刷成原来的底色了 露出来的是土墙 西边的这个房间呀 给它保留了原来的土炕 土炕也已经拆改完毕了 那卫生间的门框也修理整齐了 这些是拆改下来的门窗 我想一想 那它来做什么用呢 院子里新建的这间loft和厨房 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的工作 改水电 做内部装修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今天呢再给我要保留的门和窗 加一个框 悄悄地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我们家呀 其实是有框的 嘿嘿 一个是门框 一个是窗框 哎呦什么 现在呢 我又把门框和窗框又加固了 嗯 今天还有另外一拨人 他们在改上下水 你们看 改老房子的上下水 是有多费劲 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 才把这个下水管 顺利的安装完成 前边落地窗的位置 也要提前把它的框焊出来 嘿嘿 小院现在几乎是一天一个样 看最后小院的框 已经完成了 关注我明天继续干 改造小院 看看今天在干嘛 落地窗卫生间已经累好了 但是我怎么看都费劲 还是拆 这次拆卫生间没有生气 但就是觉得很搞笑 一个人拆不久 我也得过来帮忙一起拆 好好的一个卫生间 现在变成了一堆砖头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工具 砍砖 把砖上的水泥给它砍下来 这样砖还能继续用 嘿嘿 我真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孩子 说说为什么这个卫生间 拆得比较搞笑吧 跟我一起干活的工人 是他这么说的 他说小院里一共就三个卫生间 那有两个卫生间都被遭殃了 他问我还剩一个卫生间 你要放过它吗 还要把清理过的砖搬出来 这几天呀 气温有点低 我也有点冷 那就拿半砖来取暖吧 就这样一直干到了天黑 关注我 明天继续干 收工 我说明天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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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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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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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